一人何如云在90年代出演多部热门电视剧 俄红片全台 竟然他登上综艺节目时透露过去拍戏时太劳累 导致胃部出问题 经常出现胀气、胃痛等情况 后来他遵循医生的建议 每天按时吃三餐 但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只要压力过大就会开始胃痛 甚至每天需要服用两种胃药 由于胃病问题持续很久 让何如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罹患了胃癌 因此去医院照了肠胃镜 索性是告知他 癌症是不会痛的 应该只是发炎而已 此外何如云也割掉了席肉 但席肉生长的位置 是在大肠癌耗发的位置 再加上过去他曾感染幽门感菌 因此医生也提醒他 记得每隔两年就要照一次胃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